好大家好 相信最近大家都有在关注 国军攻发抗弹板 被带出海外 然后直播进行弹册 击穿的 这件事情 那前几天的举光原地我相信大家看了都会感到 相当恶心 首先辛苦所有 上镜头的官兵们 我知道你们是 被迫 被国防部被高层 被205 逼迫讲出这种话来洗地的 因为 攻发装备 它的 舒适度 它的防护性 它的任何 操作的各方各面 我们基层最清楚 这个不需要高层来指示我们 我们自己使用过来 为什么要自购 就是因为攻发 不合使用 当然 今天光从这一点 我只感到遗憾了 看来 过去早期军教片的当兵不能说实话 这件事情 时至今日都没有改变 军队的文化是 每况愈下 越来越糟 遇到装备难用 或者是 对防护有所质疑 提出来大家研讨并改进 我觉得官兵 跟高层 是要一个 正确的沟通管道的 只有去面对问题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不是吗 然后你把烂东西硬要说成是好的 意义何在 有谁得利 真正上战场的 还是我们的这些基层 真正会使用 这些抗弹板 装备 去 抵挡子弹 去 上前线的 还是我们的 5.8 刚星普通弹 是的 解放军使用的就是 刚星普通弹 最初的设计就是为了针对美军等先进大国的正规军 为了击穿抗弹板 所设计的 再说 比起 像鞠躬原地上面讲的 合不合规定 主不主流 这都不是重点 挡不挡得住 我们所面对的假想敌 我们的敌人的子弹 才是重点 敌人就是使用5.8 刚星普通弹 你好歹要有能够独立扛得住的 四级抗弹板吧 接着 好 假设说 5.8 刚星普通弹你拿不到 我们用折中的方案 去选择较为接近的 M855刚星弹 也就是如 山姆小树他所使用的 5.6刚星弹 还有我们国军部队打靶在使用的 TC-74 绿头的刚星普通弹来打 这是最为接近5.8这个数据的 那你怎么会 改用 7.62普通弹 然后还刻意去模糊焦点 混淆视听 以动能为理由 自称能够挡住5.8 刚星普通弹 你这个就是跟最早 立委在质疑你的时候 一样 你最终只是顾忌从事 在忽悠 所有人而已 也许弄到5.8刚星弹相对困难 但今天如果你真的要去验证你的抗弹板 是否能够去抵挡 敌人的子弹 那你想办法也得去升 共军的装备其实很多都在台湾流通 市面上 你只要透过管道 你都买得到 那 你以205的管道 有这么困难吗 你用这种方式来洗地 我们这些 明白的人 看了怎么会更失信心而已 那青年日报还有一篇报道 特别请专家来 说明 这个三级版是现在国际主流 为了增加机动性 而减轻重量 导致他的防护降低 是这样没错吧 那你这样反而本末导致了 1加1 等于0 穿了就看不了弹 那你这样不如不穿 机动性不是更高 所以检讨方向 要码是增加单兵激励 和增加防护并尽可能 压缩重量 这两个 绝对没有姑且使用三级 折中的方案 这不是生存游戏 解放军的特战不会近距离就给你切手枪 懂吗 所以再讲一次 今天你要的不是合不合规定 或主不主流 而是能够 挡不挡得住 敌人的子弹 这是重点 这是我自己自购的 四级六角 陶瓷板 两片 两万有找 它可以独立防御 手枪全弹种 还有 M1-3 5.56 普通弹 和M855 5.56 钢心弹的 多发射击 为什么我们要自购 就是因为 公发无法保护我 今天我们要想的 不是说 让它更轻就好了 而是应该 转而去思考 怎么样让我们的人员 体能 科学化 并进 让它能够附和这些重量 子弹对抗弹板的清测力 并不是只看动能 还有子弹质量 还有子弹的结构啊 而你军备局从头到尾在鞠躬原地都忽略子弹结构不提 共军现在使用的就是5.8×42毫米 钢心弹 已经没有使用普通弹了 所以事实上目前 国共两方的 子弹都是属于钢心弹 而 其性能较为接近的就是 M855钢心弹 也就是国军俗称的TC-74的绿头弹 而要挡住M855的抗弹板 至少要号称 MIJ 认可的3PLUS的 等级才行 国军攻方的MIJ 三级协防板 是绝对挡不住的 而你军备局的处长 在记者会当中 用测试 7.62公里普通弹 M80的动能 比共军子弹还大 以此理由 称 绝对可以抵挡住 共军的 5.8钢心弹 然后今天网红三母小叔 他为什么使用5.56钢心弹 去打抗弹板 就是为了要 回应 大家对这个抗弹板 防护性的一个质疑 而 你为什么 不跟着并进使用你国军的TC-74绿头弹来打呢 因为你怕丢脸 你怕在这个记者会上 亲眼看到自己的抗弹板被击穿 还有美军 未来的子弹 也将从5.56毫米 换装成6.8毫米 主要的需求之一 也是为了击穿 现役 抗弹板 所以大家讲了嘛 珍惜生命就远离攻发 那 今天这件事情 其实很值得大家去 讨论 一方面是 关于 装备的 妥善 还有他 能不能真的保护我们 士兵的性命 跟训练一样 训练 装备 后勤 三个东西 是我们 站立的金三角 结果 今天 装备的部分就 非常的糟糕了 为什么我们要自购 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花大钱去买装备来 保护自己 就是因为国家给我们的东西 不可靠 那既然不可靠 你就应该要去针对 这个方向 想方设法的去 改善他 而不是 用各种歪理去 拥护他 所以我看到 你把官兵一一叫出来 听你背书说 这个抗弹板很赞 防护性很高 背心穿起来很舒适 绝对可以保护我们自己 你讲的这个又如何 真正未来发生战争 要运用这套装备 上战场 时候 你们这些长官扛了起这个责任吗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 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 希望藉由舆论 去施压 让他们改变 因为 从过去到现在 国防部的一个 作为就是 你编一下他走一下 你不编他就不走 他就开始贪 他就开始迂腐 永远没有改变 所以希望 你一句 所有人的向心 透过我们的力量 来帮助官兵 只能这么做了 所以 感谢罗燦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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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